中文字幕 李宗盛 劉先生,72岁,患了重病 結婚後,他有個孩子叫Freddy 和有個女兒叫阿鳳 Freddy是一個新式中餐館的老闆 他居住在城市的另一邊 阿鳳是一位牙醫助理 他住在附近同一個地區 少了,我怕 劉先生,最近你覺得怎樣 在醫院裡做了各種各樣的醫療檢查 家庭醫生也定期來看爸爸的病況 你和你爸爸去醫院看專科醫生 那個醫生怎麼說 專科醫生說爸爸有肺癌 他…都已經抹期了 這麼嚴重? 對,他說剩下六個月的命 那…都不知道怎麼辦 算好 那這樣真的很嚴重 那…他知道嗎?你有沒有… 告訴他嗎? 還沒有 我…我和哥哥商量 我想跟他說的 但哥哥說不要說 那你想不想我告訴他嗎? 沒有…如果說都是我自己選擇說的 好…但你知道如果有需要的幫助 你可以隨時聯絡我 好…那我盡量可以支持你們 嗯… 好… 嗯… 其實我都很怕… 是會這麼嚴重的 我其實希望是… 肝炎啊 還是…不是那麼… 那麼差的情況 嗯… 但是… 現在聽到他… 好不回 我聽到的時候我立刻打給哥哥 因為他是我們家裡最大的兒子 我妹妹跟我說了 醫生說老爸這個病的情況 那…其實我已經有這個預感了 這個病應該挺嚴重 那麼我妹妹立刻說 要告訴老爸媽媽媽 那…我覺得不應該 因為他這樣會很難受 而且沒有面子的嘛 沒有人想說這些話 你說這些話覺得自己沒有希望 因為這個病情是治不到的 是治不到的 是治不到的 更加…令到他會… 很擔心這件事 而且令到別人擔憂 他不想 我肯定他知道他不想 我覺得應該要說 因為他有權知道 他…現在身體的狀況 如果越來越差 他遲早都會知道 那時候他便會覺得我們欺騙他 還有…這樣不行的 我們做他的子女 還有他的財產 怎樣分配 身後事怎樣辦 他都要有權去自己選擇 我們不說死 我們不說死 死這件事很不吉利的嘛 加上… 你這樣說 豈不是給一個人沒有希望 我不想這樣 你知道嗎 有一個人 他生癌 生癌 那些人說他有六個月的命 然後三個禮拜他便去了 我們很隨意 我們很隨意 家人的意願 爸爸想把全部的身後事都做好 媽媽沒有什麼負擔 但是他一個人這樣會很辛苦的嘛 我不想… 嗯… 怎樣… 怎樣跟他說好呢 這件事 嗯… 我們家裡都不太習慣 說我們自己的感受 但我覺得 都是要跟他說 啊 他們知道的話 才可以一起度過難關 我妹妹她認為 應該要跟我們父母說 但我肯定知道 這樣會令到他們很擔心 還有 他們會覺得沒有希望 度過這個難關 而且我們做子女的 很不孝順的 這些是很不吉利的事 我們不應該這樣做